弄赢 宋大哥 你来了 我从厨房弄了些早饭 我闲在那吃太吵 不舒服 怎么样 看你气色不错 昨晚睡得好吗 好 当然好了 有宋大哥陪我 当然好了 来 吃早饭吧 玉凤姐 你一起来吃啊 好 玉凤 不用了 我已经吃过了 你们慢慢吃吧 玉凤 宋大哥 你不是说要陪我吃早饭的吗 这 来 坐下 来 宋大哥你也吃 好 好 来 一大清早就哀声叹气的啊 又为了送生秋对吧 关你什么事啊 你怎么总不待见我呢 我们都住在神界山庄 你不能总一直逼着我吧 而且我也是真的关心你啊 欧阳轩 如果你真的关心我呢 就应该知道我根本不想看见你 更不喜欢你老这么缠着我 你简直比苍蝇还烦人 玉凤 玉凤 你是真嫌我烦还是心里有事 所以看什么都不顺眼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不如把心事告诉我 没准我能帮上忙 你看今天天气不错 不如我们出去走走散散步 说不定你的心情会好起来 欧阳轩 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 少来烦我 玉凤 你听我说 我 拜见盟主 二位 请坐 请坐 谢盟主 好 二位 经过昨天的大战 大伙都受了伤 你们没有休养生息 反而连妹造访我们神剑门 有何贵干呢 盟主 是这样的 方才我与师太在来神剑山中的路上偶遇 所以我们就一同前来了 二位有什么需要我张某帮忙的地方吗 是这样的 盟主 昨日之战 源于有人嫁祸魔教 到底何人如此处心积虑 挑起事端 我们却不得而知 贫尼反复推敲之后 有了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师太请讲 下令对水井下毒的人 针对的是咱们各大门派 这点和之前黑衣人的目标 惊奇地相似 不瞒师太你说 其实张某也在怀疑这一点 但是对于黑衣人的调查 我们现在并没有新的线索 凭你想冒昧问盟主一句 好 师太请问吧 这些日子以来 盟主可曾仔细彻查过宋生秋 师太 这是我冒昧 您这么质疑盟主 是不是有些不太妥当 没关系 没关系 师太 张某和生秋亲如父子 你们大家会有这样的怀疑 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黑衣人犯下的命案 滋事体大呀 仙霞见的下落 攸关到我们武林的态势啊 张某身为武林盟主 是绝不敢草率行事的 师太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用尽办法盘问生秋好几次了 我甚至还派人搜查过生秋的住处 但的确没有找到生秋与黑衣人的任何关联 如若师太不信 张某也无可奈何 师太 盟主的为人我是十分了解的 我记得 之前盟主还是副盟主的时候 帮前任宋盟主处理帮派之间的纷争 总是不遗余力 尽职尽策 公私分明的 我相信 盟主这一次也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师太请放心 是 那 不如这样吧 贫妮再提个请求 恳请盟主答应 好 师太 请讲 听说柳一刀和圣八两为掌门 和其他人的尸体 先前都安葬在神剑门 是啊 查验过后 我就把他们安葬在后山福地当中 敢问盟主 是否仔细检查过尸身上面 那道致命的伤口 下葬之地 已经请先生看过了 虽然不是什么真龙宝穴 也算是风水浮地 出了咱们神剑门 走一柱香便到了 有劳盟主前面带路 盟主 师太 来 长门主 怎么了 十分抱歉 在下临时想起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要办 所以 没事 长门主 你先去忙你的事吧 多谢盟主 那在下改日再与二位前辈继续探讨此案 在下先行告辞了 好 请吧 不送 师太 这边请 嗯 诺盈 以后要是没事呢 也不要门在房里 多出来走一走 放松一下心情 那以后宋大哥都陪我来啊 快 生秋 花姑娘 长大哥 您怎么来了 方才 我找盟主有事商量 看到你们俩在这儿 就过来打上招呼 对了 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这件小伤对我来说 算不了什么 花姑娘 你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看你今天的气色 比昨天的好多了 已经好多了 多谢长大哥关心 那就好 我看你身体不舒服 很难过的样子 我觉都睡不好 长大哥这么说弄影都不好意思了 我说的句句属实啊 好 长大哥 你陪弄有来了 我去去就来 宋大哥 弄影 浓绿万枝 红一点 动人春色 不许多 你知道这首诗的含义是什么吗 这首诗完全表达出我对你的一片心意 你就像这神剑山庄画了点睛的一点 整座神剑山庄都因为你 增加了许多色彩 不许多 不好意思啊 长大哥 玉峰 宋大哥 好 玉峰 你带着剑要上哪儿去啊 哦 我只是想找一个空旷一点的地方 练练功夫 这几天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 我想好好练习师父教我的功夫 如果荒废了无意 怎么替我爹报仇呢 好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了 你还是陪弄影吧 他有长大哥陪着呢 没事的 走吧 宋大哥 你们要去哪儿啊 我们还能上哪儿去啊 不就是去后山 找个地方练练功夫吗 练功啊 我也好久没练了 我们一起吧 你们要一起练功是吧 那不如 我们四个人一起皆作皆作 正好有伴儿不是 走吧 走吧 也好 那就一起吧 走啊 在下要替诸位查出凶手 今日多有打扰 望刘掌门在地下有志 务必海寒 开关 是 好了 休息吧 宋大哥 今天天气甚好 这里风景这么美 仅仅拿来练舞 岂不是可惜了 长大哥 你有何建议 不如 我们来吟诗作对 才不辜负此番良辰美景 如何 长大哥 你不会又想以竹子为题吧 那也太没心意了 你看 你看 这地上到处都是花瓣 不如 我们以长大哥为首 我抓一把花瓣 然后以花瓣的数量 来吟诗 如何 怒影都开口了 我自然是不会推辞的 生秋玉凤 你们俩呢 如果我们俩不参加 你们岂不是很无趣啊 那既然大家都同意 长大哥 你小心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共是六片花瓣 请唱大哥银一首 跟六位关的诗词 汉皇重色思心国 玉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朱长成 养在身归人位时 天生励志难自弃 一招选在君王册 回眸一笑把内生 六宫粉带无颜色 春寒赐欲华清池 温泉水华喜淫之 在天愿作比翼 在地愿为连礼之 天城地久有时尽 刺恨绵绵无绝记忆 长大哥接得好 接下来换我出题 由生秋接掌 掌 射旧 好 瑶池厄木起窗开 皇珠歌声动力哀 八郡日行三万里 慕王何时不重来 宋大哥似乎在感慨当前逝君 我是希望武林能够回归平静 让那些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盛秋 你的胸襟在下实在是佩服 现在换你出提口玉峰 玉峰 只有一半 故国三千里 深宫二十年 一生河满子 双泪落军前 宫苑诗 这是一首宫苑诗 听起来玉峰是在感慨自己的人生吧 玉峰 无论何时何地 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 玉峰姐 现在该你靠我了 华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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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得着那么大力吗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好了 我知道你不是有心的 我们赶紧下去找她吧 望尘师太 真没想到 这尸体竟然腐烂得如此之快 幸好遗骨上的伤痕还很清楚 无论从角度 力道和断口 几乎可以判定是同一把兵器 甚至是同一个人下的手 若是以致命伤的位置来看 就能大致分辨出差异之处了 对 凭你已经算过了 不多不少 刚好五种私法 五种私法 是 记得盟主曾经提过 宋生秋的仙霞剑法 也刚好练到了第五式 是吗 师太 你有话不妨直说 您是怀疑 此乃生秋之所为 是吗 盟主 若是我们能找到仙霞剑法 将这五式 比对柳掌门等人的 五种之命剑伤 贫疑相信 应该是吻合的 联想到宋生秋 只是合理的怀疑 再说了 宋生秋声称 他的仙霞剑法 是由新剑大师鞭让 当面传授 试问 近几年来 我们武林当中 可有人见过这位 鞭让大师吗 确实没有啊 那为什么宋生秋 却说见到他了 还跟他学了这套仙霞剑法 宋生秋拿不出证据 叫皮尼如何相信他 不是在撒谎 师太 我张某和你解释过 我保证生秋那儿 的确没有仙霞剑和剑谱啊 盟主 倘若你与宋生秋 无亲无故 你还会对他深信不疑吗 盟主可别忘了 上回宋生秋 一身黑衣人打扮之事 虽然盟主用险招替他解围 可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还是对宋生秋 有所怀疑啊 好 不 就算那个黑衣人就是宋生秋 那么我请问望臣师太 他为什么要对各大门派 下次毒手呢 盟主 您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呢 您过世的义兄 也就是剑神宋宁远 不正是为了修炼绝世武功 不顾武林盟主之尊 横夺仙下剑 却落得走火入魔的下场吗 是 那又如何 盟主 您有何必明知故问呢 宋生秋是他的儿子 承袭复制 完成宋宁远 他想练成仙霞剑的遗愿 不是顺理成章吗 所以呢 所以他就扮成了黑衣人 找各大门派到处试剑 然后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杀了 在高悬人头高调示威 师太 你如此地推论 恕张谋难以认同 盟主 您想要为宋生秋洗刷罪名 是情理当中 但已经有太多的线索 都将矛头指向他 不 在没有找到仙霞剑之前 所有的证据都不足将他直接定罪 要等找到仙霞剑 恐怕一切都太迟了 什么 什么意思 要是宋生秋确实藏有剑王 他接下来就会练第六世 第七世 然后继续肆虐武林 屠杀剩余的门派 难道盟主身为武林之首 真要做事如此惨剧 一出皆一出地演下去吗 那望尘师太是怎么说的吗 望尘师太多多逼人 张弘烈都快回不出话来了 看来张弘烈盟主的位置 是越来越做不枉了 我倒想看看 他能保那宋生秋到几时 义父 我从始至终就认定 这个宋生秋就是黑衣人 现在有人帮咱们开棺验室 找出证据 我看他还怎么抵赖 那好吧 我马上派人去神剑山庄 叫张弘烈把那臭小子交出来 义父且慢 怎么了 您忘了 仙霞剑还没到手呢 只要抓到了宋生秋 给他严刑拷打 还怕他不交出仙霞剑吗 义父 宋生秋这小子脾气匠 严刑拷打对他没用 何必麻烦他 反正海儿现在还住在神剑山庄 我就继续监视他 我就不信他不会露出马脚 那好 义父相信你 只要仙霞剑一到手 那个宋生秋就没有利用价值 到时候我们就送他 去见他爹宋明元 是 孩儿一定不负义父所托 启禀大人 什么事 小姐从早上到现在 还是不肯吃东西 小姐 小姐 你生气也要吃点东西啊 小姐 好啊 去 给我拿皮霜来 这 小姐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好不好 好了 大人 大人 猴猴 别闹了 快开门 我不开 再不开门的话 我就把门撞开了 你要是进来的话 我就撕给你看 大人 小姐他 他什么他 开门 清禀大人 小姐早上想逃跑 被我们抓回来了 抓回来就好 快开门 小姐被抓回来后非常生气 还有脑子杀呢 住手 小姐 你在做什么 你管我做什么 是死是活 与你有关吗 你多大了 还这么任性 我管你是为了你好啊 我知道什么才是为我好 我现在怀疑你到底是不是我爹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每天只会把我关在这个房间里头 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告诉你 你不要再胡闹 爹没空跟你胡闹 好啊 那你现在就走 马上就走 刚好 我去找我娘去 我问问她 我面前的这个人 他到底是不是我爹 好 大人 我去追小姐 义父 红红只是一时闹脾气 您千万不要生气 别管她 我了解她的个性 她每次都是这样 没事的 陪我去马场走走 你 你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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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吧 打人他不是有心的 你给我让开 如果打人是为你好啊 小姐 走开 走开 小姐 小姐 寒风 你怎么这么傻 好在你没事 那我就放心了 好 唐颂哥 寒风 寒风 冒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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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姑娘 花姑娘 冒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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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分头找吧 我去那边 我去那边 弄赢 义父 义父 请息怒 这把弓肯定不顺手 要不试试孩儿这把 不用了 今天就不练了 多多大人 说 出事了 藏松和寒风 未来小姐出府 结果寒风被小姐 从背后刺了一剑 那寒风现在怎么样 刚刚看了郎中 虽然伤其内丧 但总算是解回一条命 可是 可是小姐却不知去向 你根本就是在挑战爹的耐性 这不是我的错 谁叫他们要拦我 我没有错 爹还动手打我 他根本就不疼我 我 我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我 脚受伤了 都是你 你怎么样 还能不能走 不能 这只脚好疼啊 我看看 这儿 中了 你 你干嘛 别紧张 我给你揉一下 能缓解疼痛 疼 轻点 轻点 我现在不使劲你就好不了 我是帮你活血化鱼 腹胃关节 这样你能好得快点 你就忍着点吧 宋生秋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你看好点没有 好点没有 这真的好些了 你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在这摔倒呢 还不是因为我爹 你爹 花妖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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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英 你到底在哪里啊 这么说是我害了你 让你被你爹关起来 然后跑到这摔了一跤 算你还识相 来吧 站起来走走试试 来 你走走 真的不疼了 这是当我回报你的吧 谢谢啊 行 你的脚也好了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等等 怎么了 你们 没说我走了 等等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你们重要的事 什么事 你说 我怕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话 会让你很难看 我看你还是不要问了 那你不说我就走了 等会儿 这件事情 是有关 杀死你爹的凶手的事 你别说好不好 我先去岁城 我先去岁城 你没有希望 dessa地方 我再七个岁城 我先去岁城 我先去岁城 你去岁城 你不想去岁城 大人 没有找到 继续找 快找 快找 走 是 走 到那边看看 凶手 我爹是被欧阳修罗杀死的 这个我知道 你爹死的时候 我刚好在场 杀死你爹的 不是欧阳修罗 不可能 我亲眼看见我爹摔下悬崖 这讲不了 如果你爹是掉下悬崖摔死的话 又是怎么回到神剑山庄的呢 我爹回到神剑山庄的时候 并没有死 是有其他的人杀了我爹 告诉我 杀死我爹的人是谁 说 说 真凶是 真凶是 杭红 告诉我凶手是谁 一会儿再说 没看见我爹来了吗 杭红 宋生秋 我警告你 你敢动红红一根头发 本都督就灭了你们神剑山庄 爹 宋生秋没有对我怎么样 你干吗要这样威胁他 还有 我不许你抓他啊 洪洪 别再胡闹了 快回爹这里 我不要 你们都嫌别动手啊 义父 红红在他那儿现在不宜出手 再说 孩儿还要向宋生秋讨回心下见 现在要是对他出手 可能会打草惊蛇 还请义父三死 红红 你乖乖跟爹回去 爹答应你 绝对不会动松生秋 那 那你说话可要算数 要不然的话 我这辈子都不认你这个爹了 你这个丫头 爹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啊 是爹刚才太冲动 才会动手打你 现在爹不是来找你了吗 别再任性了 快点跟爹回去吧 好了 那你自己多保重 我先走了 凶手到底是谁 你没看见我爹在这儿吗 等有机会再说了 爹 走吧 走啊 华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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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诺营 快点 方大哥 你没事吧 没事 伤到哪儿了吗 没有 来 你爹死的时候 我刚好在查理 杀死你爹的 不是欧阳修罗 不可能 我亲眼看见你爹掉下悬崖 这讲不了 如果你爹是掉下悬崖 摔死的话 又是怎么回到神剑山庄的门 好 我亲眼看见你爹掉下悬崖 这讲不了 是 宋大哥 你怎么了 找到弄影了吗 弄影没有 别动 我来 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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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伤着没有 宋大哥 我好害怕 你抱我回去好不好 来 点 怎么了 没事吧 是不是这宋生秋太粗鲁 我把你弄疼了 我是不是用劲太大了 没有 只是要碰到伤口的时候有点疼 没事 我已经好很多了 那我就放心了 今天还要多谢常大哥的救命之恩 诺云感激不尽 好姑娘 你别这么客气 区区享受不足挂齿 这是我应该做的 生秋 你也忙了好一会儿了 我来吧 常大哥 不用了 现在天色已晚 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这里有宋大哥陪我就好了 那 我先回去了 你好好休息 我明天在这儿看你啊 嗯 长门主 你要回去了吗 我刚才去看了弄影 他让我早点回来休息 我也不方便救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给弄影熬的汤药 有助于活血化瘀 疏通气血 相信弄影喝了之后 会很快康复的 弄影就有劳你照顾了 方才我去给弄影拔脉 发现他的脉象有些虚弱 身体还是不大好 你记得 一定要好好照顾弄影 知道吗 长门主请放心 那我去送药了 好 好 幸好你这些都是皮外伤 没有伤筋动骨 过几年就会好了 谢谢宋大哥 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怎么忽然之间这么客气了 别放在心上 这都是小事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吧 我先走了 你早点休息吧 怎么好端端的咳嗽了 受寒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身体突然特别不舒服 不知怎么的就咳嗽起来了 宋大哥 你懂穴位 能不能帮我按按穴位啊 穴位 有点点 这是百会学 按摩这里 能疏通你全身的气血 舒服点 宋大哥 咳嗽是不是应该按高盲学啊 你舒服点儿吗 喝很多了 宋大哥 我突然觉得胸口好闷啊 能不能帮我按下谈中学 他 这个 恕我无能为力 宋大哥你不愿意帮我吗 谈中学我根本就 我来帮你 弄影 这是我特地给你熬的汤药 你趁热喝了吧 如果还有哪里不舒服 我来帮你揉揉 好啊 疾病少主 夫人请您过去一趟 你告诉夫人 我一会儿就过去 不用一会儿了 宋大哥 你现在就过去吧 弄影由我来照顾就好 好 弄影 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麻烦你了 娘 进来 娘 您找我 是啊 怎么样 花姑娘好些了吗 我刚才给她服了药 现在御风正在照顾她 我相信过两天她就能康复了 娘 你别担心了 那就好 不是娘爱唠叨 只是你们以后比武练功啊 也该有个分寸 以后这种情况不许再发生了 孩儿记住了 还有啊 娘觉得你们以后不要到外面练功了 以免发生危险 你放心 孩儿记住了 那孩儿退下了 嗯 你爹死的时候 我刚好在场了 杀死你爹的 不是欧阳兄的 娘 怎么了 您知道我爹是怎么死的吗 我爹死了 娘 你怎么了 秋儿 这无缘无故的 你怎么突然问娘这件事啊 娘 您先告诉我 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